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 我是三年事安诚意 今天我所要演说的题目是 镜子里的小猫 镜子里的小猫 一只小猫无意中 走到一面镜子前面 看见里面也有一只小猫 正站着大眼睛看着它 这使得小猫有点不高兴 你是谁干嘛站住我 小猫怒气冲冲的问 谁知镜子里的那只小猫 也张着大嘴怒气冲冲的样子 小猫气坏了 它攻击被笨人的眼 喵喵大叫两声扑了过去 没想到那只小猫也十分生气的向它扑过来 只听见砰的一声 镜子紧张动了起来 小猫吓了一跳 赶快跑去找妈妈 妈妈听它说完 笑着对它说 你去让镜子里的小朋友和和气气的说话 看看它会怎么样 小猫回到镜子前 等会它们有顿大眼 而去笑咪咪的说 喵喵你好 咦那只小猫 一镜里的小猫不生气了 一镜子里的那只小猫不生气了 也笑咪咪的看着它 小猫高兴极了 又跑去告诉妈妈 妈妈亲切的对它说 孩子你要记住 看别人说话实要和气 要有礼貌 你以理对待别人 别人也会以理回报你的 我的演说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